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能将其彻底根图 于是便通过社会舆论大力宣传因此小说的害处 利用大众的明信心理 借助一些文人编造各种谣言 宣传因果报应观念 使人们不敢写 不敢课 不敢买 不敢买 不敢读 人人自危 从而达到其进回目的 下面从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两方面 谈谈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平梅 等所谓言此小说的一些报应观念及报应故事 一 善有善报在封建社会 很多人都信风水之说 认为住宅风水的好处与家业旺盛与否 有着莫大的关联 于是 有人便将因此小说与此联系起来 古周坦然的《阿赖古堂藏书》中在 逢宅有四十级详项 其中有一项就是《暗头无银书》 明代元皇的元凡四种忠称回一部银书版 三百宫 造一部借银书 百宫 劝回银书局章成 忠则更是大费笔目 即言金银此小说之一 第一法的世代替鹰 勇享天官富贵报 第二法的生吉百富即死猎仙班报 第三法命当显殊荣者的庆留子孙报 命当平贱者的平不清云报 第四法的子孙发达 福寿绵长报 第五法的衣食充裕 功名显著报 第六法的子孙聪慧 昌大门间报 第七法福报同上 第八法福报同上 第九法的世事不生怪病 及子孙曾可假报 第十法的清白传 家 汤强无病报 只要禁毁因此小说 并可得如此多的福宝 这样的因果报应宣传 自然能对百姓产生诱惑力和影响力 从而会自觉地去抵制因此小说 康齐在《狼田记文》卷三中 还记载了一个名为《诗玉玉》的人 因收回因此小说 儿的魁多士的故事 梁公臣在劝借晋陆 《诗玉玄二》中意赛有此事 并称自己曾从平后亏其人 年近八十 却依然精神绝朔 如五十岁 无人胜称地为诸生识 家设有止故 名为涅海 专门收回因此小说 数十年而不倦 后来 他先以魁护唱第一 契为湖南学政 后来观至山东难查时 梁公臣认为 这果然是暴时不爽 另外 还有一种改过之善暴 原明星三代近毁小说戏曲史料 中意有几路 如五 臣二生 江南明氏 古作幽公 久而不受 臣并无子 一口浮乱 与祖将彼云 二君好作其语 且传客行事 故受此且 已补过以西延寺 二生相见 并焚齐板 见学徒怒施 由于射封强者 指头之与火 就会买银书版几毁之 陈未几生子 无子惩罚解 观翰林 明清统治阶级通过舆论 宣传善友善报 鼓励民众自觉收回 因此小说以得福报 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如当时地方上的一些有势力的地主和退职官僚等就积极主动地发起禁毁银辞小说的活动 江苏绅士遂有禁毁银书之举 既费万余金 各书方军取巨永尽窃节 承圣典 二 恶有恶报在宣传写作 堪客 满满 阅读因此小说会招致恶报这一方面 明清统治者们更是不遗余力 利用文人编出种种谣言 如趁罗冠中音作三国演义 而子孙三代皆亚 吃货斋在东西两进演义序中则更言与犀利的说道 而后之作金瓶梅 吃婆子等传者 天且未尝报之 和罗氏之不幸致此机也 而且 在当时社会上也流传着关于 金瓶梅作者的一则报应故事 孝连某 吉言是凡是银发 著金瓶梅艺书 原一时游戏之笔 不亦落稿盛行 流毒无穷 孝连复盛名 足不地 吉丑南宫一定会原 主司携卷寝室 挑灯朗诵 自喜得人 至臣 姜田拔 则卷上点点血痕 盖树交其上而乌之也 遂赤罗 指一子在江宁开查室 后刘魏盖死 梁功臣在《劝戒录》四篇中则记载着两个人 因策卖金瓶梅而招致不同的下场的事情 当时 在苏 杨两成郡的书殿中 都有金瓶梅版 扬州版被某书骨所藏 并以此版获利甚多 有人多次劝他销毁 不听 后来在一次外出中 突然暴病 死在回家的州上 其子文胜赶来 却发现其腹脸眉一腹坏 营纳分级 血水容易 无法入带 而苏承板被杨氏收藏 一开始亦坎坷售卖 获利不少 但常年被病莫所困 娶妻多年也无子 后寿有人点拨 素将金瓶梅版焚毁 自此之后 身体无病 妻也生子 家业俱起 人人称赞 另外 还有阴点眼由金瓶梅改编的银记而遭报应的事件 于是在德一路卷十一之二代 甲午年 本君月庙戏台楼屋一记 突于十一月干一口 焚毁净净 人贤骇然 绝神妙度应如是 即推延其故 乃前一口 邪垫演戏仇神 曾点挑帘 裁衣 卖腌制等银戏 酷干一口碗 岂有此意 何并无人 使住戏香树脂 竟不使火索自来 且抬后目相亭 的志气净 而花腾丝毫无损 推毒毁丝台 足见银果之上甘神怒业 除了上述涉及斗因果报应的社会舆论之外 现存明清两代的家训 清规 学泽 相约 会章等资料中 也有不少针对银此小说 银取银系所定的戒链 如讲世家训 讲一告诫子弟 一戒邪淫 家中不许流出银书 见即焚之 李仲林义教育后代子孙 因此小说 多演男女之会计 复卫才子家人 以淫本无耻 为意运 以丝行拱合 为风流 云七语曰 摸写传神 少年悦之 未有不亦荡心迷 神魂颠倒者 在座者本属子虚 在看者认为师友 遂以钻学于墙位眉举 以六里复命为余火 魅力乱伦 则淫此小说之为火烈焰 有死者正其是民 有家者贤其子弟 于此等淫死 严嫌尽毁 道光十七年十月 周说县在苏州城壁庙 召集当地书业堂 三位堂等六十五家书方 烟香历史 以行业工会为家所 立各书方金银书约 以求堵色小说的印借口发行渠道 《易华堂条约》中所列用 信银戏木丹亦有葡萄价 调连财一等戏文 如果点点那些戏文 立将班头送官府纠责 或发扣戏前三纤文 以作将来 御签在狱中垂讯迅俗条约中规定 如有江水谷 金平梅 来福山歌等向尖道之 再元演唱者 地方管 立将班头并开戏原职人严拿至罪 仍追刑头变甲充公 事实上 明清统治者们对金平梅的禁毁 可谓使不遗余力 通过中央法令 地方法令及各种社会舆论 进行了全方位的收缴禁毁 也许得了一些成效 他们的屡次禁毁 自然对金平梅的传播极为不利 如此话本留存今世的就比较少见 多收藏于日本 来搞沙沙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们下期见